中国过去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那么现在跟自己比 吸引了外资在2023年是下降的 但同时我们要看 整个全世界的对外投资是下降的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在放缓 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 那当然投资机会就会少 以后我们能够继续的进行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 利用国内的资本利用国外的资本 那一起来推动中国的 我们现在很强调的生殖生产力的提升 那么这样我相信中国 还是可以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 保持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 我相信中国还是会成世界发展的主要的动力 中国我相信还是有能力 有可能每年对世界的经济增长 做出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贡献 中文字幕作词 法转发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